小龍女始終在我的年代來說比較有回憶 又是道士? 我超多道士,我超有緣 這遊戲因為剛剛開服不久 所以它有送到100抽給大家 我想說普攻已經完成了 Hello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玩的手機遊戲就是靈妖技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一隻Q版 但又是策略、撻防的遊戲 當然它也不是那些Halfcore的策略遊戲 它是輕鬆得來 但又會考驗一下暴防策略 所以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進入這個遊戲畫面 馬上進入這個遊戲畫面 大家已經看到我畫面上 是我放置了一些角色 怪物就會在標示的位置 而其實它的操作方法很簡單 也是比較輕鬆 最主要的關鍵 智聖的關鍵 就是在於你一開始 放什麼角色 你選擇的配置是怎樣 它不同的角色 其實也會有不同的特色 例如說法師 法師的攻擊範圍會比較高 又或者像道士一樣 可能整體來說 我覺得攻擊力不算特別高 所以不同神像也會有不同的功能 而這個位置也正正就是這個遊戲的難度 所以大家在分配的時候 就要比較小心 而剛才我們很快就打完一場 現在來到這個畫面 是做什麼呢 話說這遊戲其實是比較佛心的 它也不會說 硬要你做很多很多東西才可以升級 它這個系統 其實就是比你快速地拿很多經驗值 它這個系統就叫做混遊四海 除了我們不停拿經驗值或者錢之外 其實它還會隨機發射一些問題給你 而那些問題又可能是關於遊戲 或者是關於一些故事 例如是什麼 大家一定會聽過 可能是西遊記那類 所以它就會問你這些問題 而不是讓你只是看的 很快我已經完成了我暫時的限額 如果想繼續在這裡拿經驗值 大家就要等它計時到數 所以它這樣算下去 一天是有很多次機會 可以這樣給你去拿經驗值和拿錢 所以這遊戲 如果你是一個喜歡 在升等級 享受到升等級的成就 其實這遊戲是真的不錯的 除了一本的冒險之外 這裡還有一個競技場 這個競技場其實就是可以 跟一些主線以外的隊伍 叫做切磋 暫時來說 我現在也是戰鬥力比較低一點 但是要對付這些比較低階 好了 是輕鬆贏到的 你會慢慢去逐個隊伍 去挑戰 你的層數也會慢慢升上去 你升上去遇到的敵人 就會越來越厲害了 暫時來說 還夠大 雖然我這些角色 都是一些比較初階的角色 但我又很認真地升他們 而除此之外 其實它也是有一些掛機的系統 它不一定要在開著遊戲之內掛機 可能半個小時之後 再開玩遊戲 它也會有一些掛機的獎勵給你 所以其實我是超喜歡它這個快速 可以獲得經驗值 拿到金幣的這個系統 因為有時候大家未必會很享受 那個瘋狂刷的過程 而它就是知道大家不會喜歡 所以它也提供了很多辦法 讓大家快速地升到一些經驗值 剛剛贏完一場 它說有一個保密的系統 沒有什麼來的? 噢! 都是一些強化的東西 但我要去搶別人的那一塊 是怎樣搶啊? 我要去打架 那打不過就尷尬了 好像有點打不過 我覺得 有點尷尬 欸! 不是! 又好像有點希望 現在 不行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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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贏了 這個 是有點洗軍力的 但也成功的 但我發覺 我先適合 要打這些隊伍 真的有點吃力 所以我決定 不如我現在 去叉抽角色 那這個遊戲 其實現在 因為剛剛開服不久 所以它有送到100抽 給大家 所以現在我的石頭 都是比較充足的 我看看有什麼 是適合我要 感覺上 我好像不是特別想要法師 嗯 小龍女比較classic 是不是? 小龍女好像 好像比較厲害 我現在是憑感覺 我不知道是不是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暴陣 記得要跟我說 但我目前為止 我的目標 是比較想要 小龍女 小龍女 始終是我的年代 比較有回憶 大家 而且我還是比較喜歡 有時候玩遊戲 就是 會看到一些 你比較熟悉的角色 整件事是有親切感很多 總之我的目標 就是 就是抽道士也可以 抽小龍女 這些戰士也可以 我主要是想抽戰士 我現在沒有什麼戰士 抽中道士 這隻好像也不錯 我還不是抽中碎片 我抽中整個人 再來一次 會不會有小龍女 我好像連中幾隻道士 好像跟道士有點遠 但我想要小龍女 我不管 我要再十抽 嘩 嘩 嘩 又是道士 嘩 我超多道士 我超有緣 欸 中了個法師 法師 我覺得還不錯 不過不失 嘩 中了 中了 中了小龍女 嘩 我第一隻可以用得著的展示 我現在馬上 先把這個 暴震 因為這隻遊戲 有一個好東西 就是 角色你不需要追太多 因為你會慢慢打開 你會慢慢 將你的角色 慢慢升級 那就不需要急著抽那麼多 我現在把小龍女丟上去 我沒理由盼了那麼久 然後抽到不用 所以呢 就 先用小龍女 先用小龍女 難得換了暴震 我現在就立刻開了一場 就試試他們 其實我現在都打得很厚 因為在剛才 大家看不到的情況下 我已經其實是 玩了很久 因為這隻遊戲呢 它始終是比較輕鬆 即使你就算有其他事情 你這樣有空按一下 你會很有一種 原來玩一下玩一下 就過了那麼久 那種感覺 大家如果 可能你們覺得你抽東西的運氣 不太好 都不要緊的 因為現在呢 其實它剛剛開了 除了你說我剛才提過的話 送一百抽之外 其實它有超級多活動 那你登入呢 又會送你一些S級的角色 這樣 所以大家就記得要留意一下 那就可以輕鬆拿到一些比較厲害的角色起手 讓我去摸一下 因為我已經做了很多任務 不知不覺 好了我現在又回到競技場這一邊 那再挑戰一下這些隊伍 現在我整隊已經升級了 我不單是抽完 我還升了他們 普攻已經完成了 我想說 那除了我剛才和大家一起玩競技場 或者奪寶 或者渾遊四海那類 那它也有不同的副本 除了讓你沒那麼悶 可以打不同的東西 之外呢 也有得給你快速去拆一些經驗值 或者拆一些素材 那樣的 好了那這次呢 這條影片到這裡了 好多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們都喜歡這一類的放置得來 但有需要用一下爐 去想想怎樣報防的遊戲的話 不妨試一下這隻靈妖技 它現在開服還送了大家一百抽 所以各位千萬不要錯過了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